大家好 今天到了5月27日 快要是期指結算 明天就是了 在這一點中市場自然有些是波動 波動究竟會不會是真正有突破呢 我對現在暫時保留一點意見 如果真的有突破的話 先看看聖村295 聖村295上期三天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就可以在上面看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看多少